大家好,我是Draco 今天這部影片就是要來速談一下假命西斯Gavu第六集的內容 和我目前的個人心得 那我們直接開始吧 自從上集跟Gavu有了互動的絆斗 開始確認這一切怪人事件都是真的 結果他隔天興奮地跑回辦公室 想和師傅分享這個消息 但師傅卻不在 絆斗原先以為師傅是昨天蹲點太累了睡過頭所以沒來 絆斗打電話給了師傅 但電話卻打不通 於是絆斗親自來到師傅昨天蹲點的地點 但依然沒在現場看見師傅 但他納悶時卻在地上看見師傅的物品 除此之外他也看見被做成雅克力牌的師傅 但遺憾的是雅克力牌早已被弄斷 這張絆斗想起昨天Gavu說過的 如果雅克力牌斷了人就回不來了 這張絆斗瞬間崩潰 後面來到長征這邊 自從上集結尾後 長征便正式住在萬事屋 當沒有人時 長征就會跟其他狗屈奏一起生活 而此時信果來了 長征趕快讓狗屈奏躲起來 不料還是被信果發現正在裝死的狗屈奏 但好家在信果以為是玩具而蒙昏過去 而此時發覺師傅被攻擊的半斗 趕到酸赫博士的研究室 並且拿出了斷掉的雅克力牌對酸赫說 這還有救對吧 酸赫則說 這沒救了 然後問他 這是你的親人嗎 半斗則回答 是師傅 也是恩人 便開始說到 本來是他要去蹲點的 如果當時他有去的話 現在消失的就是自己了 半斗也開始講述自己跟師傅的過去 媽媽被怪人攻擊 而養育自己的奶奶也過世了 是師傅一直照顧並教導他 聽到這個酸赫問道 你想復仇嗎 根據我的調查 我從壓克力板上查到和蘑菇相似的黏液 並不是每個怪人都有黏液 這樣應該就能幫助你找到怪人 而我也研發出打敗怪人的辦法 但要使用這個 你必須變得跟怪人一樣 而要達到這個辦法 就要把這個怪人的器官放進你的身體裡 半斗聽到這裡表示 把這個放進身體不會有事嗎 酸赫則說 我也不知道啊 我又還沒測試過 半斗生氣的說道 你只是想拿我做實驗吧 酸赫則說 但這是雙贏對吧 你想獲得力量復仇 我只想進行研究 半斗聽不下去而就這樣離開 離開半斗來到母親被攻擊的地點 想要寫自己與師父的回憶 並重新思考酸赫的提議 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 半斗重新回來找酸赫 並且答應讓他改造自己 而畫面來到長征這邊 長征帶了臨時來找鼠工 便把自己的計畫告訴他 長征希望鼠工能幫他 因為他想守護這個世界 然而鼠工卻回他 但我也是家族的一員 長征則回答 但是你喜歡這個世界不是嗎 所以才留在這裡 不然如果出了什麼事 我能依靠的只有鼠工你了 鼠工思考了一下便答應了長征 而死時在反派這邊 Shita跟Jim正從特工納得知 上級中本來綁到的人類 全部被長征給救下 是讓他們很擔心會不會又被Rango責罵 於是決定來找Niev幫忙 希望他能告訴他們解決長征的辦法 然而Niev拒絕了這個提議 因為Niev發覺 照理當初長征的世界應該是失敗的 但他現在卻能成功覺醒能力 因此Niev還想繼續觀察 長征能有什麼樣的變化 畫面回到人類世界 長征的過去之後再次找到怪人的蹤影 收穫到情報的長征再次趕忙前往 千鈞一髮之際救下他人被綁的人類 長征變身後展開戰鬥 起初一切都很順利 但當長征準備一鼓作氣解決掉對方時 不料騎士梯卻被對方用黏液給擋下 而對方也趁長征滑倒時攻擊 並且趁機逃走 憑公逃離戰場的怪人卻遭到攻擊 而那個人正是被改造後的絆斗 儘管成功改造 但也看得出來絆斗的身體已到極限 強引著傷痛的絆斗為了替師傅報仇 而成功變成假面騎士Velum 酸河只在一旁記錄下戰鬥的過程 變身後的絆斗礙於體力與熟悉度 起初仍然與敵人對抗 但隨著戰鬥的進行 絆斗逐漸熟悉該如何戰鬥 最終在長征改良的當下 絆斗已經成功的擊倒怪人 但自己也達到了體力上限 後結束後 酸河趁機偷走了幾個巧克力勾去走 當眾人離去後 Niev再次出現 並且說著 一些看似變得更有趣了呢 以及沒有拋出太多新的伏筆或支線 比較像是為前面的故事做一個收尾 而這集則是聚焦在絆斗身上 沒意外前十集大概就是描繪主富奇的故事 十集左右大概就是會正式聯手 針對這集可以再繼續丟出的問題有以下三點 第一點就是看來我們是真的無悔師傅了 儘管在看來當下我仍懷疑師傅會不會沒死 但隨著本集撥閉後 飾演師傅的小松立昌的殺新聞一同發布 看來我們是真的要跟這位角色說再見了 我相信師傅的離去除了成為絆斗變身的關鍵 也將成為後續的不確定因子 從前面幾集來看 都看得出來師傅一直在扮演著拉出絆斗的角色 他會適時的阻止絆斗以防他做出危險的行為 因此喪屍師傅的絆斗在未來是否會做錯誤的決策呢? 第二點那就是有關於酸赫博士的部分 本集再次凸顯他絕對不是一個人的可能性 首先他快速的查出蒙古怪人的資訊 並且擁有怪人的器官 這怎麼看都不合理吧 而他的合作對象到底是誰 我想很快就會有了答案 接續第二點 第三點的疑問就是涅夫 本集證明這一系列的操作和涅夫有關 並且他是有目的性的去攻擊師傅 那肯定是有人要他怎麼做 再來他對於紅色的Gavu應該還有更多的了解 或是他知道現在的長征還未使用出真正的力量 究竟涅夫在計畫什麼也令人好奇 沒意外他大概會是前期的大Boss 那針對以上的猜測你有什麼想法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那麼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不要按讚及訂閱跟不同的分享 給你有興趣的朋友 我是Jerker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JD帳 hair JD帳さん どうも 好